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星巴克 最近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 早晚一定要特别注意 保暖要多加一点衣服哦 千万不要因此而感冒了 在秋天啊 最容易发生的就是 中午秋老虎来 非常的热 早晚非常的凉 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源与直线的关系 那这个是这个单元的第3节的部分 首先星巴仙来介绍一下 圆 它的标准是 什么是圆的标准是呢 我们把它写成 x-h的平方加上y-k的平方 会等于r平方 这什么东西 我们说h跟k 是它的圆心 而r呢 是它的什么 半径 好 那圆 还有第2个东西叫做一般式 那什么叫一般式呢 我们把它写成 x平方加y平方加 租x加 租x加 租y加 f 等于0 好 这里面有租 1 f 有三个位置数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圆的标准是呢 其实 一般式是由标准式 承开 所整理后 所得到的结果 好 那我们两种都要会 因为面对不一样的提醒 啊 会有不同的做法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范例一 那第1它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它给了我们第1小题 圆心在-32 那半径是6 好 有给圆心 有给半径 那我们怎么求呢 用标准式 x减它 就是x加3的平方 y减它 就是y减2的平方 会等于6平方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标准式 原的标准式 再来 第2小题 他给了我什么 给了我 原心在 1-3 原心在1-3 然后呢 他通过 他通过了一个点 叫做 41 有原心 又通过一个点呢 我们就可以先求什么 半径 对不对 先求半径 半径怎么求呢 半径就是两点的距离 圆上的点到 原心的距离 两点距离公式 在国中有学过 对不对 毕市地理那个单元 x 坐标相减的平方 再加上 y 坐标相减的平方 开根号 三四五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求出半径是五 那我有原心又有半径 我就可以用什么 对 所以我就可以用标准式 x-1的平方 再加上 y-3 也就是y加3的平方 会等于什么 半径的平方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二小题所做出来的 圆的方程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他给了我们 A B C三个点 分别是 A 1-1 B点叫做 0 2 C点叫做 2-2 请问你 原心在哪里 半径在哪里 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原心也没有半径 所以呢 我有三个点 我就适用于 珠 1 f 我们来解这三个位置数 我们用一般式来解 那这一个小题我们就可以解得出来哦 来我们先把1-1带进去 这个x 这个y 好 1-1带进去 1平方 -1平方 再来 1带进去 加珠 -1 加f 等于0 这个是A点所带进去的结果 再来 b点 02 0的平方 2的平方 接下来呢 这边没有珠了 没有珠 因为x是0 x是0 y是2 再加f等于0 这个是b点所带进去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带 2-2 c点 带进去 2 平方 平方 负2 平方 接下来呢 2-2带进去 2珠 减 21 加f 等于0 好 那我们来尝试的把它解出来三个位置数 大家都有f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试试看把它两两相减 f 就会不见哦 哎 第一试 第二试 第三试 第一试减第二试会发生什么事 2-4 负2 这两个相减 留下珠 这两个相减呢 减31 这两个相减 没有了 接下来 第2试 减第3试 会发生什么事呢 4 减8 4减8 是负4 接下来 这两个相减是 减2珠 这两个相减 减加41 会等于0 这个f两个相减没有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解联力呀 那我们来把 负2移过去是2 这边乘以两倍好了 这边乘以两倍 这一次 我们把它乘以两倍 会得到 2珠 减 61 会等于 原本的负2移过去变2 再乘两倍变成4 接下来这边 负2珠 加41 会等于 负41过去是4 对不对 好 两次相加 两次相加 我们把第5试跟第6试相加 就可以解出什么东西 5跟6相加 珠不见了 我们就得到 负2 1 等于8 1 1等于负4 那1等于负4的话呢 我们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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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负4 带进去 这边是12 对不对 12 12 减2是10 所以 猪就会是多少 这边是10喔 10 移过去这边就是负10 移过去这边就是负10 租是负10 好 那我有了租跟1 那我还差一个f 对不对 差一个f 那f怎么算 带这个好了 带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来 2 2 减10 是负8 负8 减 负4 负8加4 是负4 负4加f等于0 负4加f等于0 所以f是多少 f是4 f是4 好 我注意f都算出来了 我就可以说 我们这一题的 圆的 什么 一般式 我们可以写成 x平方加y平方 再来 减10x 减4y 再加 4 会等于0 OK 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 第3小题 我们的 要解连力 才能够解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适用于 这个一般式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翻例2 有不一样的题型 一样要求圆的方程式 因为小题 他给了我们什么 他给了我们a点 -21 b点 4 -5 他们两个人是直径哦 一个圆在这里 那我的直径 那a点在这里 b点在这里 那我的直径 是ab线段的话 我如果去找他的终点 是不是就是我的 原心 对吧 终点怎么找 相加 除以2 相加 2 除以2 是1 相加 -4 除以2 是多少 -2 好 我先找到原心 两个 直径两端点 相加除以2的终点就是原心 好 我有了原心之后呢 还插一个什么东西 插半径 对不对 那半径怎么算 我们利用 两点距离公式 我们来求 AO的距离吧 AO的距离怎么算 AO 相减的平方 -2-1 -3 -3的平方 再加上 怎么样 1减-2 1减-2是3 3的平方 相减的平方 加上相减的平方 加起来 开根号 我们就会得到 AB线段是根号多少 -18 -18 好 那我有了 AO 其实就是半径 对不对 AO就是半径嘛 这一段 其实就是半径 好 那我有原心有半径 那我可以来求什么 用原的 标准式 来求他的 方程式 也就是 X 减掉 什么 1 X减1的平方 再加上 Y减 -2 Y减-2是Y加2 好 两个平方相加会等于多少 等于 R平方 R是根号18 所以R平方是18 这样子我们就找到 圆的方程式咯 好 第二小题 他说 我们有一个圆 他通过A点 他跟这个圆 圆C 有相同的圆心 哇 什么叫做相同的圆心 他的圆心是多少 来从这边观察 他的圆心是 21 他的圆心是21 那所以我们的 这一个圆 我们称他为 圆A 好不好 我们称他 圆A 这个圆跟他有相同的圆心 所以他一样可以写成 X减2的平方加上Y减1的平方 我现在就只有R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好我就只有R不知道而已嘛 好 那前面一样 那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有圆心 又有什么 有圆心又有A点 有圆心又有A点 A点是4-1 那我们可不可以求 这两点的什么 距离 这两点的距离 我们如果算出来的话 他就是 半径 好 我的圆心在 21 那我有另外一个点在 4-1 4-1 两点距离公式 我就可以求他的半径 所以呢 两点距离公式怎么算 相减 4-2 4-2 2的平方 再加上什么 -1-1 -1-1是-2 2的平方 开根号 这个就是我的半径 那4加4等于8 根号8等于R 所以R平方应该是8 对不对 R平方是8 R是根号8 那R平方就是8 那我把它带回去 就可以得到 这一题 圆的 方程式 我们写成 X-2的平方 加上Y-1的平方 会等于 R平方8 注意哦 这边千万不要写成R哦 有些同学会不小心写成R 他其实这边是R平方 好这是我们的翻例二 圆这个单元啊 我们是在什么 在国三的时候 有见过他 对不对 同学还记不记得 有切线 有圆心脚 有圆周脚 切线断肠 会相等 等等的东西都是在国三 学过的东西 那我们高一要学的就是他的 方程式 方程式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范例三 范例三 我们这边有三个 圆的方程式 那请问你 我们要怎么来判断 圆心是多少 半径是多少 首先 我们要来认识一个东西叫做 配方法 在国中啊 本来应该要教配方法的 那但是108课纲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弱化了 什么叫弱化 就是高中老师在教 国中应该有少数老师会补充配方法要怎么做 那多数老师呢 我们没有教的话呢 就是等高中老师再来教你 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配方法 顾名思义 他的意思就是要把它 配 配 乘 完全平方式 好 什么叫做配乘完全平方式 行吧 做给你看 第一小题 x平方 减2x 放在一起 空一个空格 再来 y平方 减6y 放在一起 空一个空格 这边呢 1一过去变成 负1 好 那我来教大家怎么配方哦 怎么样才能够配成完全平方式 一次项系数 一半的平方 这是我们的口诀 负2 一半是负1 平方式 1 左边有加 右边也要加 接下来 y平方减6y要配多少呢 一次项系数是负6 一半是负3 平方式 9 所以这边要写9 右边也要加9 左边有加 右边就要加 好来 我们要把它写成完全平方式 这个完全平方式是多少 对没错 他就是x减1的完全平方 你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把它想象成 x平方 a平方减2ab加b平方 就是a减b的 完全平方式 对不对 好再来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可以写成 y减3的完全平方式 这三个加起来是多少 这三个加起来是9 那这三个加起来是9的话 9是我们的什么 半径吗 不对哦 半径的平方是9 所以半径是 半径是3 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写成 原心在 1 3 有没有 原心在1 半径呢 半径是3 好 这就是我们的 标准式 标准式是写这个样子的 一般式 变成标准式 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要用到配方法 第2小提醒吧 再做一次给你看 来 x平方减6x 放在一起 y平方加2y 放在一起 这边的10一向过去变成-10 来 怎么配呢 口诀是什么 一次向系数 一半在平方 一次向系数-6 一半是 负3 平方是9 左边加9 右边也要加9 y平方加2y 一次向系数是2 一半是1 平方勒 还是1 好 我配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要写成完全平方式 x-3的完全平方 这边呢 对 这边是 y加1的完全平方 这三个加起来多少 诶 0 请问你 半径平方是0 那半径去哪里了 没有半径 没有半径这还是个圆吗 好 这一题 我们的 他是一个退化的圆 退化的圆就是他没有半径 他只有一个点而已 退化的圆就是他只是一个点而已 并没有半径可以放大 所以他的点是3 -1 没有半径只是一个点 接下来第3小题 新发继续教你怎么做配方法 s 平方加4x 放在一起 再来呢 y 平方减8y 放在一起 这边的25 一向过去变成-25 来我们先来配一下 这边要配多少 一次向系数 一半 2 平方呢 4 我左边加4 右边也要加4 接下来 y 平方减8y 这个一次向系数是-8 一半是-4 平方呢 16 左边加16 右边也要加16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他写成完全平方式 x加2的完全平方式 这边可以写成什么 y 减4的完全平方 这三个相加 加起来是 -5 请问你半径的平方式-5 那半径是多少 不可能 对不对 他连退化的点都不可能发生了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说 他 无法 形成 圆 或点 为什么无法 平方加平方等于-的 不可能发生嘛 对不对 第一个是标准的 有圆形有半径 第二个呢 退化成只有一个点而已 因为半径 零嘛 没有办法有半径出去 他就是原来的点而已 第三个是 没有办法形成圆和点 好 那这一题呢 我们必须要用到的是 配方法 配方法这个过程当中呢 第1小题 第2小题 第3小题 星巴教你 怎么做配方法 因为 这个一般是 我们一定要经过配方 才能够得到什么 标准是 得到标准是 才会有什么 原型跟半径 这个过程呢 你会一直不断的用到 请你多加练习喔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判例4 这个应用问题在讲什么 他说 王老板啊 楼顶上面 圆形看板正破了 只留下了什么 一个弓形 AB弓形 然后以及什么 一些碎片 对不对 一些碎片 那他是圆的一部分喔 他是圆的一部分 他们测量出来的结果是 AB线段是6 AB线段是6 好 那我要怎么求他的半径 我假装把他补起来 那该是长这样 这个圆本来长这样子 但他只剩下这么一块而已 那我们把他的半径 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这个是他的半径 对不对 我们想要求的是半径 好 那我们也顺便把我们的什么 咸心句也画上去 好 咸心句是国中所学过的观念嘛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 咸到圆心的距离 叫咸心句 那AB线段等于6 所以我这边可以写上33 还有呢 M是终点 M是终点 来这边写上 这个点写上M 这个点写上N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MN 线段长是1 线段长是1 这一段是1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有办法求半径 这个是R 这个也是R 对不对 那R减掉1 所以我这一段 我们可以写成 R减1 我们把这个东西单独的写出来 它会长这个样子 这里会垂直哦 对不对 咸心句跟弦会垂直 那这边是R 这边R减1 而这边是3 既然看到直角 我们就要用到什么东西 用到必试定理 那我们来列试 两股平方和 会等于什么 斜边的平方 所以呢 9加上R平方 减2R加1 等于R平方 好 我们R平方都有咯 所以我们把它消掉 把它消掉 所以得到什么东西 这边得到 2R 会等于 10 2R等于10 所以R等于多少 R等于5 那就是我们这一小题所求出来的半径 就是5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范利5 范利5 范利5他说 原心 我们的原心在 我们的原心在 3 3x -1 上面 原心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 再来呢 还会通过 还会通过 A点 10 还有通过什么 B点 32 好 这种题目要怎么做呢 原心 我们简单化一下好了啦 简单化一下 圆 原心 原心在 这条直线上面 我们 画一下 原心 这条直线叫 3x-y 等于1 然后呢 他还有什么东西 AB两点 那我们把AB两点 画在这里好了 A点 我们称他为10 B点 我们称他为32 好 我有这样子的条件 那我要怎么找到他的 直线方程式呢 好 那我们先用我们的上一个单元所学过的 如果我有AB两点的话 中垂线一定会通过原心 记得吗 弦啦 弦的中垂线一定会通过原心 所以我在这边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去求出 AB的中垂线出来 我如果可以求出AB的中垂线 我再去跟橘色这一条 解连力 我就可以找得到这个原心 所以呢 我们先把AB两点 先找到他的终点 好 我们假设这个终点叫做 M好了 好 终点怎么找 相加 4 除以2 是2 再来 0加2呢 除以2 是1 好我找到他的终点是 什么 21 接下来 我们记不记得 讲过的斜率 AB的斜率怎么算呢 AB的斜率 相减 X坐标相减 分之Y坐标相减 哇 AB线段的斜率是 2分之2 是1 好 那请问你AB线段的斜率是1的话 跟他垂直的这一条 中垂线 斜率是多少 这两个相乘要等于 -1 如果他有垂直的话 对不对 这个是在我们三个当元所学过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知 这条中垂线的斜率是 -1 这两个相乘等于-1嘛 对不对 相乘等于-1 所以这个斜率是-1 好 我有了M 我有了M 又有了斜率 我就可以利用 点 斜 点斜式 对不对 有点有斜 点斜式 我们把这条黄色的直线方程式把它求出来 好 点斜式怎么用 来 Y-1 会等于什么 斜率是-1 乘以什么 x-2 x-2 好 我们上一个单元所学过的点斜式 要记得怎么用 好 我们整理一下 Y等于 这个-1 等下移过去变加1 -1乘进去是-x加2 -x加2 分配续码 对不对 -x加2 再加1 我们就得到 Y等于-x加3 这一条也就是我们黄色这一条 A B的中垂线 好 那我现在利用它再去跟 3x-y等于1 怎么样 解连力 好 我们来解连力 3x-y等于1 还有呢 Y等于-x加3 好我们用国中所学过的代入消去法就可以做了 这个Y 带进去 3x 减掉 Y 这个Y是-x加3 等于1 好 我们减掉之后得到 4x 减3 减3搬过去变加3 4x等于4 x等于1 x等于1 那Y呢 带进去 -1 加3 多少 -1加3是2 Y是2 太好啦 我这两个解连力解出来就是我们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原心 对不对 这个原心 O 我们的O O 就叫做 1 2 O叫做12 好 那我有了O之后还插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半径 我们来插一个半径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半径怎么算呢 AO 会等于 两点距离公式 12跟10 很容易找 它的半径就是2 对不对 半径就是2 12跟10 它们的距离 也就是半径 也就是半径 就是2 好 那我有了原心 又有了半径 这一题呢 我们把答案写在上面 好不好 我们把答案写在上面 有原心 又有半径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的答案叫做 X-1的平方 加上Y -2的平方 会等于半径的平方 4 这一题我们的 第五题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跟前两个单元有关联 我们需要用到AB的斜律 还有它的中垂线 求出来之后再去跟它解联力得到原心 再用两点距离公式得到半径 最后我们就用点斜式 得到这个原 它的方程式长这个样子 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可以吸收吗 原的方程式我们通常要用的东西呢 都是什么标准式 通常都是用标准式 就是有原心有半径 我们就可以把原的标准式把它做出来 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一般式 对没错 也就是什么 给你三个点的时候 给你三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一般式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范例6 范例6要讲什么 原和点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圆 圆心在这里 好 那我们的点呢 有可能是在圆 内 也有可能点是在圆 上 那也有可能点是在圆 外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点是在圆 内 圆 上 还是圆 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什么 这个圆叫做 x平方加 y平方 减2x 加 4y 减20 等于0 好 那这一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 也就是 把我们的a点 a点是4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判断a点在哪里 是圆内 圆上还是圆外 我们把a点带进去得到 4平方加 2平方 减掉 多少 减8 加8 减20 会怎么样 16 加4 减20 诶 刚刚好等于0 刚刚好等于的情况下 你带进去刚刚好等于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说 a点 他是在 圆 上 在圆上 因为你带进去这个圆的方程式 是刚刚好等号会成立 就是在圆上 在圆上 接下来我们来带一下 我们来带一下 b点他在31的地方 b点在31的地方勒 我们把他带进去圆的方程式 看到他会是 大于0 等于0 还是小于0 来31 来31带进去 3平方加上1平方 减掉 6 减6加上4 来1带进去 4 再减20 会发生什么事 9加1 这边呢 这两个合起来是减2 减2再减20 减22 哇 这样子是负的耶 对不对 可以吗 他是 -12 是小于0 当我带进去他是小于0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说 他是在圆内 啊 b点他是在圆内 好 那c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c点题目给我们的点叫做 -13 好 -13 我们来把它带进去 -1的平方 3平方 再来 -1带进去 加2 加12 减20 会怎么样呢 这边是 1加9 再加 14 减20 是减6 对不对 加14 减20 全部加起来是 24 减20 24 24 是4 4会怎么样 大于0 4会大于0 那大于0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他会在 圆外 啊 圆外 好 直接带进去啊 来判断他是等于0 还是 小于0 还是 大于0 来决定 他是在 圆上 圆内 还是圆外 这是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不会比较快 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经过配方法找到圆心 对不对 啊 有圆心也会有半径 那你再用圆心跟A点的距离 会有一个东西出来 对不对 如果你比半径来的 大 你的距离比半径来的大 那就是圆外 如果你算出来距离跟半径一样呢 你就是在圆上 那如果你求出来的距离啊 你的圆心到C点的距离 如果是 小于 我们的半径的话 那你当然就会是在圆内 所以呢 第2种做法 会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也提供大家做参考 因为下一个提醒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喔 好 好请看到范例7 我们刚刚所提示大家的 另外一种做法在这种提醒必须要见到 好范例7他给了我们一点A A点叫做71 然后呢 P点在什么 圆C上面 X平方加Y平方 减6X 减8Y 加21等于0 好我们首先呢看到一般是啊 我们的习惯 我们都是要把他拿来什么 做配方法 然后得到标准式 为什么要得到标准式啊 对没错标准式就会有 圆心也会有 半径 来 X平方 减6X放一起 Y平方减8Y放一起 21一向过去变成 负21 这边配方怎么配 一半一次向系数一半的平方 这边加9这边就要加9 一次向系数一半 半负4平方 这边加16这边也要加16 好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哦 得到X减3的平方加上什么 Y减4的平方会等于这边合起来是4 半径是4吗 不对 半径是2 半径是2 半径平方是4 半径是2 好 那他说呢 请问你有一个圆在这里 这里是3 4 圆心是34 那么有一个点叫做P点 P点在圆上面跑来跑去 好 那有一个点叫做A点 A点叫做71 那请问你 有一个圆 有一个点在圆上面跑来跑去 怎么样 这个P点才会跟A 最近啊 距离最短啊 来我们试着把它连起来 O A 连起来 OA连起来 再延长出去 再延长出去 所以呢 我们就会知道说 如果今天他的P点在这里的情况下 那我们的PA是不是最短距离 对不对 在这边的话PA最短嘛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延长出去的话呢 如果他今天P点在这里的话 那他当然会是什么 最大的距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最短的距离 那么 那么这个我们说他是最 长的距离 那请问你 这两个要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先来求 原心到A的距离 OA限段长会等于 两点距离公式 两点距离公式 7-3 4的平方 1-4 4-3的平方 4-3的平方 X座标相减的平方 加上Y座标相减的平方 加起来之后开根号 会等于5 OA限段长是5 啊半径刚刚我们有算出来呀 半径是2诶 对不对 半径是2代表这里是2 这里也是2 所以呢 我们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第一小题 PA的什么 最小值 最小值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最小值 那怎么算 这里是5 那这里是什么 2 所以是5-2 等于3 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PA限段的最 大值 最大值呢 也就是 A点到这里 到这里 那我们刚刚算的这一段是5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段就是 5 加 2 5加2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用到什么 一般式 把它配方法 变成了标准式 然后我们再利用圆心 跟什么 圆外点的距离 去找到最短距离 跟最长距离 这样子大家可以接受吗 好我们今天的 圆与直线的关系啊 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单元 因为圆的方程是大家以前没有见过他 我们只知道圆的一些性质而已 今天经过星巴的讲解 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有觉得有帮助的话呢 请你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如果听不懂的地方 记得留言给星巴 我会再讲解给你听 星巴克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